非常好,Yes I can 大家好,我是叶子 在还没有接触过营养免疫学之前 我完全不懂得如何保养自己 觉得没有生病就是健康宝宝 那如果有生病就去看医生拿药就好了 不过因为我一直都有痘痘便秘跟经期不正常的问题 所以我长期都有在吃中药调理身体 以前不觉得吃中药会伤身 所以一吃就是半年到一年 那问题有改善我就会停药 因为其实我非常怕吃苦 每次吃中药都会挣扎很久 那一年前我因为严重的痘痘问题 又开始了我的中药人生 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么苦的东西大家都在吃 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改善吗 那这次吃中药并没有在我身上发挥效用 皮肤也越来越差一点进展都没有 那每天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也越来越没自信 每天都很不开心 那也有人建议我去看西医 但是我觉得西药里面都有类固存 比中药还可怕 所以即使中药没有太大的改善 我也一直都还有在吃 就有种只是在吃心安的感觉 觉得慢慢吃或许有天会好 那就在这个时候 我在网路上看到了我的好朋友陈妮伟 他在分享巧虑 他说巧虑可以改善痘痘 筋痛跟便秘等等等 很多问题都可以改善 那我觉得这不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吗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吗 所以我马上就开始体验产品了 那一刚开始 每天早晚各一包巧虑是最基本的 之后我有看过其他的分享者 如何吃产品 我又自己加了新欢跟鲜鱼 然后就这样吃着一个礼拜 我的排便问题就变得每天都很顺畅 以前都三到五天才上一次厕所 那现在每天都很顺畅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 刚好碰到生理期 那完全不痛 以前至少都会痛两天 然后每上 如果刚好碰到要上班的话 都会很痛苦 那现在他就是默默的来 然后悄悄的就走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再来就是我最在意的痘痘问题 也慢慢的有在改善 从每天都长大痘痘 到后来每天长小痘痘 那再来呢就是可能两三天才长一颗而已 那我的体力啊精神啊也都有越来越好 还有我的过敏问题 以前只要空气太差 我就会一直打喷嚏 然后流鼻水 那症状呢可能要两天才会缓解 或者是如果有朋友家里有养猫啊 去他们家做客啊 我的眼睛也会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有时候会刺痛 然后很痒 然后就要隔天就要去看医生这样子 那可是现在也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都已经好了 还有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有在捐血 可是后来因为血红素不足 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捐血 可是吃巧绿两个月之后 我再去捐血 就整个血红素就已经达到标准 又可以成功捐血了 那最让我开心的是 吃巧绿到目前78天 我已经瘦了5公斤 那从来没有想过就是 只是换个早餐 得到的收获可以这么多 那听到我的分享的大家们 赶快去把你的早餐换成巧绿吧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